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这个神骑士 请来期盼 这个变化比较简单 说是神骑 其实并不怎么神骑 因为它属于初级的死活题目 轮到黑骑动手 能不能净杀这块白骑 这个骑看上去就是 随手就打吃上去了 但是这个打吃是错骑 这个一打吃之后 白骑肯定是在这做截 对一下交换之后 这块骑就变成了打截杀 不可能再有净杀 所以黑骑第一步骑这个打 是看着最明显的手段 但是首先是要排除的是它 如果这个打成立 那这道题也不用出了 黑骑如果从外面紧气 也是错误的 搬的时候白骑没办法推让 无论在哪里推让 黑骑往里一尝就死了 白骑接在这的时候 同样黑骑往里一尝 这个也活不了 所以白骑在黑骑搬的时候 一定要挡住 这两个交换是单方面的 对白骑有利 因为这两个交换之后 白骑间接的等于救回了这边这个子 所以骑如果再叫吃的时候 白骑现在基本连做截 这个功夫都不用下了 他居然可以沾上了 沾上以后由于黑骑这里不入气 脚里不入气 这个白骑顺利的变成了两眼活骑 于是这个班就变成了大恶手 如果没有这个班 黑骑打的时候 白骑只能做打截杀 有了这个班反而会变成近户 所以这个班下罚也不行 班不行点的怎么样 这个骑如果点在这儿呢 也是错骑 白骑可以把这个子吃掉 黑骑再叫吃的时候 尽管白骑不能做截了 但是在这里出现了吃到包的手段 这样呢 黑骑两个子被杀 等于是给白骑送眼去了 除此之外 点在这儿的时候 白骑即使站在这里 黑骑也走不出好结果了 假如长吧 当然是被留下了 再扑已经没有用了 一路上扑成三个子的时候 白骑肯定是有一只眼的 如果度过 白骑可以在这里扑 黑骑提掉 这个地方不是截 由于白骑脚里气是宽的 所以白骑可以在后面追杀 这样黑骑又等于又给白骑送眼成 在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几种变化 打尸是不行的 打尸人家要做打结杀了 不能净杀 但是大恶手和这个交换之后 白骑变成了净活 点也没有用 点的时候白骑把黑骑吃掉 黑骑又变成宋眼去了 于是正解答案呼之欲出 没有点了 局部 就剩下这一个点了 这招棋是杀棋的手劲 黑骑点在这儿呢 这招棋充分的利用白骑气劲的弱点 如果这个地方哪里再宽出一口气来 这招 这个点就不成立了 因为你点的时候人家可以把你留下 黑骑叫吃的时候白骑可以接上 这个局部将出现金机独立的气形 黑骑这里不入气 这里不入气 问题是现在这个提醒 白骑外面并没有宽一口气 这口气是紧着的 于是我们说这个点是恰到好处的杀棋手劲 接下来白骑自然退让的话 黑骑连回去 白骑找不到做第二只眼的空间了 走到这儿黑骑连回去 你走到这儿黑骑也是连回去 白骑总归没眼 白骑挡下来 这个骑如果有气还可以 现在情况是没气 所以黑骑可以叫吃 这招骑我们看到 先点这招骑预防了白骑的做结 如果单打吃 白骑在这里叫吃的时候 局部总是一个结 黑骑现在先点到这儿了 白骑挡住 黑骑再叫吃 白骑这个做结的手段就没有了 因为你在这儿做结要被人一起提起来了 从后面追杀也没有用 追杀黑骑提起来之后 白骑再先手提 只不过一先手提起而已 黑骑可以粘在桥里 白骑没有眼味 黑骑打吃的时候 白骑如果粘上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黑骑的积极独立 刚才如果宽一气的情况下 这样是白骑的积极独立 黑骑这面不如气 这面不如气 现在这面气紧住了 黑骑打吃白骑粘上 黑骑可以在外面紧气 局部出现了白骑 这个点不如气 这个点不如气的积极独立骑形 这样呢 黑骑可以利用正确的行其次去 最终净杀这块白骑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在实战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死活局部 妙算式 起盘起盘 现在轮到白骑走 问脚里最终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这个题目在所有的死活教科书上都有 这个形状叫做带勾形 现在这个骑形 由于外面这里宽着一口气 这个骑呢 叫做松带勾 如果这口气紧上 这个骑形呢 叫做紧带勾 因为这个多一气和少一气 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死活格局 这个骑在紧带勾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骑紧上的话 这个骑是打劫活 黑骑动手 黑骑动手的时候呢 这个黑骑必须用劫来对付 也就是说 走这个 黑骑扳 白骑往里爬 黑骑扳 白骑只好挡住 这样黑骑力倒 脚里将做出一个劫 这个骑的骑形呢 叫做万年骑 现在我们看看松带勾和紧带勾的区别 现在我们这个骑形 不要算是 但是也就是俗称的松带勾 松带勾实际上是杀不了这个黑骑 但是呢 这里边有非常有趣的变化 局部的使用的手机呢 也很巧妙 值得这个暗号者朋友们记忆 白骑第一步 也是要在这里讲 这个是不可犯过的要点 这个骑没有其他地方可走 如果走在这里 这个骑是杀不了这个黑骑 黑骑往里管一下 白骑扳 黑骑就挡住 白骑如果扳这个 黑骑小肩刺 白骑即使沾上 这也是一个后手双活 这个是杀不了黑骑的 白骑先小肩 如果黑骑挡住 白骑再走这个 这样呢局部将出现净死 这个是刀半五的骑行 但是在这过程中呢 这个有变化 白骑小肩不到这一下 小肩的时候 黑骑可以立倒 刚才说党是错骑 被一般的死了 打吃也是错骑 打吃因为白骑不会接的 接的会被这么叫吃 他就活了 但是你打吃的时候 白骑可以坐结 再叫吃想不打结的话 白骑再沾上 结果这个骑就要变成净死了 问题是白骑小肩的时候 黑骑有变化 黑骑可以立在这 最主要是冷静的防御好气 这两个即使不交换 白骑单小肩 黑骑也可以立在这 下面白骑度过的时候 黑骑从后面追杀 脚里这一只眼卫 吃掉这个子 有第二只眼卫 黑骑又可以近火 所以这招骑放在这 是没有用处的 黑骑一拐就火了 也不能先搬 这个骑 先搬黑骑挡住 白骑再点的时候 黑骑可以走在这 这样的骑行 脚里坐眼的空间 这个相当值大 白骑再点 黑骑挡住 白骑即使接住也没有用 这个要点已经被黑骑抢走了 如果是这样的骑行 这个是死骑 刀半五 但是这个要点一旦被黑骑抢走 白骑这三个子已经动弹不得了 无论再怎么走 这里边都已经是火骑了 所以这样的骑行 一路先搬 也是不对的 第一招骑必须在这里下 对此呢 黑骑也不能力导 力导被白骑爬了以后 这个骑脚里空间要受影响 所以必须要搬 防止白骑度过 同时呢 尽量把脚里空间做大 白骑长这个时候 是考验黑骑 这个 看黑骑会不会下 黑骑如果走这个 白骑往这一弯 这就已经死掉了 黑骑如果再走这个也没有用了 白骑在里边再送 这个已经活不了了 黑骑如果小肩这个 白骑 这个是不对的 走这个的话 被人家往里再多走一个 这就变成双活了 白骑动弹不得了 但是白骑可以先走这个 由于下一步骑 黑骑如果接在外面 白骑要在里边做刀伴舞了 所以黑骑被逼的没办法 只好扑进去做截 白骑提的时候 黑骑还不能接 必须打截 因为你一接的话 白骑一接 这就要变成性死了 所以这样呢 白骑走这个 黑骑只好扑截 没有办法 打吃这个也不是截 打吃这个人家 自己再团一个 变成方式杀截 所以这个小肩也不对 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骑 紧带沟松带沟是有区别的 就是说 这个骑黑骑现在的 如果搬这个 白骑挡住 这个里边呢 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截了 下一步黑骑立这个 白骑就提截 黑骑接住 白骑再紧截 黑骑只能 寄希望于将来提起这个截 这个 然后再从这里叫吃 但是你提截的时候 白骑可以再外边 外边几截 黑骑这个叫吃不成立 因为白骑提起来 这变成生死截了 这个地方不能入截 所以这样的骑行 就变成了万年截 这个截为什么叫万年截呢 就是白骑这个骑 打赢了没有用 打赢了 因为如果白骑接上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松火 如果打赢了以后 白骑吃黑骑就还要紧气 然后还要在自己的里边撞气叫吃 被黑骑先手提起 这个负担是很重的 反过来看 这个骑行放成这样 黑骑也不能接接 黑骑什么时候接接都是自寻死路 黑骑只能要吃的话 只能去吃这个 白骑提掉 这样呢 白骑先手提截 将来白骑一沾 这就禁死了 所以这个截 很微妙的截 双方都不容易动手 都要僵持下去 这个在术语上叫做万年截 假如说走成这样的结果 这个 脚里形成了万年截 尽管这儿松一气 脚里也是截 这个气就我们说是黑骑失败 因为这个松带沟和紧带沟没有区别了 当这口气紧住的时候 这个是紧带沟 紧带沟白骑走这个加攻击 黑骑搬 白骑长 黑骑只好搬这个 白骑叫吃 黑骑不能叫吃 小吃这个一提就变成紧带沟了 不能沾了 再沾人家就沾上变得到万物了 只好立这个 白骑提 黑骑截 这样呢 局部是一个万年截 这个是紧带沟的正截 但是我们现在说松带沟 下成这样了 如果白骑走 黑骑还是搬这个 被白骑挡住 黑骑还只能立下 还只能下成这个 做万年截的结果 这个就是黑骑的实测 这一口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一口气和没有这一口气 完全可以改变局部死活的性质 我们来看怎么改变法 就是松带沟的情况下 黑骑在局部有妙手 到目前为止 这个白骑的攻杀路径 和这个紧带沟是一模一样的 白骑也只能这么进攻 没有别的办法 刚才说过了 黑骑只要一搬就要上当 白骑挡 这个地方马上就变成万年截了 所以黑骑在这个时候 要有妙手可施 刚才说过了 这个也不行 走这个的时候 人家不是走这个 被你这样做成双火 人家可以挡这个 接下来黑骑不能叫吃 叫吃船在这尽死 黑骑只好扑这个结 白骑提掉 黑骑还不能沾这个 沾这个 这一沾 又变成镜死了 所以这个小尖是不成立的 单立倒 这是更是恶手 被白骑这样立下来 这个脚要镜死了 这个铺进去已经没有用了 铺人就提 再脚持人就接住 这个是刀板舞的骑形 所以白骑弯的时候 黑骑走这个也没有用了 白骑自寻死路 还是一个刀板舞的骑形 这一骑又要被净杀 所以这个力也不对 这样的骑形 走这个是错骑 没有利用自己多一口气 走这个和走这个都将自导死路 所以这个骑黑骑妙手在哪 妙手在这儿 这个是松带沟 特有的骑形 如果是紧带沟的时候 这招其实不能成立的 假如这个是紧带沟 黑骑只能捞了时搬这个 白骑挡住 黑骑立下 这个做这个万年节 但是松带沟的时候 由于外边黑骑松了一气 黑骑可以走在这儿 这步骑就变成了妙手 妙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对于黑骑这步救命的骑 白骑如果从这儿叫吃 黑骑自然很冷静的退回去 这样呢 局部出现了双活的骑形 这个黑骑作战成功 他问题是 白骑如果从这儿吃 这是个什么变化 对此呢 黑骑必须有准备 黑骑假如从这里叫吃 白骑提掉 这一下就完了 马上局部变成了静死 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入气 将来早晚是白骑有眼杀无眼 你如果入气 白骑随时都准备粘上 这个地方变成了刀瓣舞的骑形 所以打吃的时候 这个打吃是不能考虑的 被一提就静死了 同样道理 这个打吃也是恶手 白骑还是提在这儿 黑骑再叫吃 白骑还是接住 这里还是一个刀瓣舞 平白无故的送死一个 被白骑打吃了之后 黑骑如果没有妙手 做支撑 这地方作战就要失败 现在黑骑后续的妙手是什么呢 由充分黑骑利用这里宽一期的优势 再往里送吃 这招绝妙 这个 这招骑是充分的利用的这个外边的一口气 先送一个 这个骑 这是看白骑吃不吃 白骑如果不吃 一退就双活了 白骑如果吃 白骑损失更大 黑骑往里送 送第二个 这个是绝妙 白骑在局部没气可下 这个地方永远沾不上 一沾的话人全提掉了 只好提这两个 初看之下 白骑提了两个 这要度过 这要提 好像是黑骑不行 但是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 意外的黑骑把这个提起来之后 这个地方 白骑没救 连不回去 你如果从这里连的话 黑骑可以叫吃 白骑这个地方是街不归 白骑如果从这里叫吃 黑骑叫吃 白骑提掉 黑骑接住 我们看到外边 不论白骑在这里进去也好 在这里进去也好 黑骑都可以从这里叫吃 这样呢 黑骑不但活了 而且活得很大 白骑就损兵折将 所以黑骑在脚里的一个一拖 这个是非常妙的变化 要牢牢记忆这样的手心 当对手这么叫吃的时候 黑骑往脚里再反送 这个手法绝妙 我们说这样的骑形 只有松带沟能走 松带沟才有这样的独特的变化 如果是紧带沟 这拖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你拖的时候 白骑不是吃这个 让你推回去 不是这样的变化了 白骑要叫吃在这 刚才说过了 黑骑如果叫吃白骑提 这就变成了镜死 再叫吃人 沾上是刀板舞 但是这紧带沟的场合 黑骑能不能走这个呢 我们来看看 白骑也是提掉 提掉之后 这里要反提 要回家了 所以黑骑只好从这 打二环一提掉 这个时候 如果是松带沟的时候 这两个子是救不回去的 刚才演示过了 接到这的时候 黑骑连针杀 如果渡过的时候 黑骑这么杀 但是这个骑如果是紧带沟的时候 黑骑提在脚里 白骑这几个子 意外的没有了出路 白骑这个子意外的有了新的出路 他可以直接渡过 这个时候 这一气就是要命的 如果黑骑没有 这一气宽着 是松带沟 可以从这儿搅吃 如果是紧带沟 被白骑这么渡过了 这个整个脚就变成了静死 也就是说 如果是紧带沟的情况下 被白骑夹 黑骑搬 白骑爬着 黑骑这招不能成立 被白骑打 黑骑要死掉 只能牢牢是做这个 万简简 但是现在我们是说的是松带沟 也就是说 这样的气 黑骑这个家 手法绝妙 白骑打吃 是骗招 骗黑骑从这儿叫吃 或者从这儿叫吃 但是如果黑骑会这招 白骑反而损了 提掉 黑骑提起来 这两个子救不回去 这样呢 这个黑骑局部作战成功 也就是说 在这个松带沟的情况下 这个脚实际上 它是一个火器 是杀不掉的 演示的变化就是 白骑夹 黑骑搬 白骑爬 黑骑要会这个变化 拖在这里 白骑打吃的时候 黑骑反送粒子 绝妙 这样呢 脚上变成了近货 为了减少损失 黑骑拖的时候 白骑只好从这里消吃 这样黑骑退回去 这两个点 白骑都不能入籽 这样局部将出现双火的骑形 这个呢 是才是松带沟局部攻防正确变化 下面呢 我们来看学研骑经中 一道很有趣的题目 日月代明示 这个呢 是一道关于长生的死活取题 请看棋盘 现在轮到黑骑走 问黑骑在局部 应该怎样组织防守 这样的骑形 初看起来 好像黑骑已经很危险 这个 眼味好像完全不够 这一骑这个骑 如果拐在外面 在脚里走 白骑这两个子 固然是逃不出去了 这个白骑如果走这个 这一骑脚吃了 白骑走这个呢 这一骑挡在这 这个 也杀不了这个脚 将来白骑拖 黑骑挡住 这个白骑搬这个时候 黑骑往里冲这个 再接就是弯四了 这个杀不掉 问题是黑骑拐的时候 白骑有一招妙手 白骑可以把这几个子 不逃 而是继续送吃 送大 他可以走在这 看着不逃 但是威胁要逃 假如你不理 接在这儿了 保证这只眼味的话 白骑一路接上 这回可得真逃了 逃出去之后 黑骑在脚里呢 就只剩下了一只眼 白骑弯这个的时候 黑骑如果挡这个 白骑再拖这个 破眼进攻的好气 压缩他的眼位 接下来 黑骑扑这个也没有用了 人家正要提呢 再叫吃 就接上 这里边总是一个 刀瓣舞的骑形 拖的时候 黑骑如果挡这个 白骑也是在这里 做刀瓣舞 什么时候你打诗 白骑就接住 总是活不了 这个地方两个地方提醒 虽然两边各含了一个子 但是对作眼都没有用 黑骑如果走这个 白骑可以往这里送斥 提掉的时候 再扑 正面情况也一样 如果走这个 白骑往里送斥 黑骑提掉 白骑再扑 总归是活不了 所以这样的骑形 黑骑如果拐在这 白骑在这一弯 这个秒杀 局部就没有骑了 这就变成了近死 接下来白骑沾这个和脱这个 二者彼得骑 所以也就是说 黑骑在这呢 必须要先抢这个要点 不能让白骑把这 先手弯一下 先手弯一下 对这的眼围的打击 是致命 黑骑先抢这个要点 这个 是局部攻防战斗中的 最强的手段 我们再看白骑在这怎么用 白骑这个骑呢 要单往脚里爬 这也是很有用 很有意思的一手骑 要单爬 不能先冲 如果先冲 黑骑挡住 白骑再往脚里爬的时候 这个就将遭到 黑骑的打击 黑骑斑 白骑弯 我们看到这个骑呢 白骑这个骑已经送的有点多了 当然局部攻防战斗中呢 有些东西还要注意 黑骑如果直接去吃它 白骑一断 黑骑如果接在这 白骑再一紧气 一看怎么黑骑死掉了 白骑断的时候 黑骑如果叫吃 这边快一气 白骑也叫吃 黑骑提掉 提掉五子本来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 被白骑再扑一个 就不开心了 突然发现 这地方做活的眼位 空间不够 提了也没用 在提这个字的时候 人家这点眼 你即使在这做眼 白骑还可以送进来 居然提了五个还不活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小心 提子之后呢 还有杀招 也就是说 黑骑呢 给白骑布下一个圈套 引诱 这一骑去吃白骑的几个子 先冲是坏骑 这一冲完了以后 本身不好 但是白骑往里爬的时候 黑骑要走得对才行 黑骑搬 白骑力导 黑骑一想去吃这几个子 马上吃 这就要上当 无论是接在这里 还是接在这里 两个都一样 都要被白骑先手断 马上白骑要返交吃了 黑骑只要吃这个 于是这里一掐吃 我们看到黑骑变成背高 再提起没有用了 提五个不活了 刚才演示过了 提了以后 人家还可以在这里铺 那这个骑 到底是白骑走错了呢 还是黑骑走错了呢 我们说 还是白骑走错 白骑这个不能先冲 先冲挡住 再往里爬 黑骑搬这个 白骑从这里弯下来 这个时候 黑骑要注意 省去次序 不要急着在这里接 或者在这里接 急着去吃这五个子 要先把自己的断点 先防一防 这个骑黑骑正招是接在这 这也是过门的好次序 白骑在里边 已经动弹不得了 因为这地方 已经送死太多了 没有可能再去走这个 这个白骑只好断掉 因为你不断被黑骑一沾 这里边就是白死了 有了这两个交换之后 黑骑守护住了自己的弱点 没有这两个交换的时候 如果单去紧气 白骑是断在这边的 下一步骑正要叫吃 正要掐吃 里边就有了这个铺眼的余地 黑骑先把这个弱点接上 逼着白骑断这个 黑骑现在在接在这 脚里的对杀 还是黑骑快一气 白骑这个总快不出气了 由于黑骑把这个接上了 这个再把这几个子提掉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近货 所以说 归根接底 白骑这个先冲 还是一步错起 这不能随便冲 所以黑骑这个斑 引浮着让白骑上当这个圈套 说白骑不能冲 白骑应该走什么 单跑 这招是好奇 这个 反过来考验黑骑 看黑骑有没有好的防御手段 黑骑这个骑行 如果一搬 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他要上当了 白骑现在不冲这个了 白骑单弯这个 下边 白骑又引着这个冲断 黑骑如果增了几气 白骑这几个当然是死掉了 但是就算他死掉了 他也可以死灰复燃 他又可以走成这个结果 黑骑还是只好叫吃 于是我们看到白骑掐肢 提掉 然后 再从这里扑进去的杀招 又要出现了 这个骑黑骑又要被杀了 这里一个地方 看着好像很简单 实际上双方都在勾心斗角 硬往里爬 爬的时候黑骑搬这个 不好 我们说白骑 搬这个之后 下边要冲断了 那我们说黑骑接上行不行呢 这个接 和刚才这个交换 交换先冲完了 没变化 被黑骑这一阶 这个区别在哪 区别就在于 这个时候 白骑不得不断了 因为不断一旦被黑骑这里粘上 里边这些肯定是狮子 不可能和这个白骑杀气的 但是断了以后 黑骑接住 这地方对杀也是黑骑 快一气 是没有用的 我们现在说少撞一气 尽管黑骑接住了之后 白骑撞一个有什么好处 就是里边这个不火 撞了一个之后 没法从里边往下做刀 在里边做刀瓣舞了 这俩一撞 就再也做不了刀瓣舞了 他不撞 单走成这个样子 如果黑骑接住 白骑把这个连回去 危险是要从这里叫吃 黑骑只好接住 白骑 左刀瓣舞 黑骑尽管吃住了白骑 但是我们看到 在外边一点做活的空间都没有 里边是刀瓣舞 黑骑竞死 这样呢 黑骑作战又失败了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骑形 白骑往脚里爬的时候 黑骑如果搬 我们说是坏骑 就是白骑一立之后 没骑下 直接紧系 白骑要冲断了手 骑如果你走在这 白骑也是冲断 这回好了 变成局部变成白骑 快骑杀黑骑了 所以黑骑这个时候 不能在脚上搬 不能在脚上搬 黑骑这个骑很有趣 不能在脚上搬 他也不能走这个 这个是要点 等一会我们再说 这个地方是双方的要点 白骑要走 也是要走在这 因为什么实战 黑骑接这个 是最强的变化 白骑 也是这个地方 也是最强的变化 那我们说 对方要点 我先抢行不行 飞机 假如先走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骑就有趣了 白骑如果叫吃 这个地方白骑呢 多撞了一口气 黑骑 就可以考虑 从这边叫吃 这个骑白骑无趣 但是我们说 走这个的时候 尽管白骑 争不到这个点了 但是白骑要出新的杀骑手段 冷静的这个立下来 这个是好气 黑骑在这儿 这个突然之间发现 有点不对 如果你接在这儿 白骑怎么从一路上 可以拐过 逃出去了 这个黑骑马上就死掉了 但是黑骑这个如果不沾 直接跑到这里去紧气 苏看之下 好像白骑这里是四个 白骑无论走什么 黑骑把这个一接 这里都要死掉了 这是一个直四 问题是这里 白骑隐藏的杀招 白骑杀招是什么 就是再送一个 黑骑只好挡住 白骑再断 下一步骑白骑要从这儿叫吃了 黑骑来不及沾这个了 只好从这儿叫吃 于是白骑反叫吃 黑骑尽管提起来五个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提五个不活的悲剧 在这里又要再一次上演 白骑再往里扑 黑骑无论如何 做不出两只眼来 提这个也没有用了 这地方提五个之后 这还是一个直 直三 要被白骑点死 所以这样的骑行 由于有这个送吃 送成五个的变化 白骑往里爬的时候 黑骑都要小心 这个骑 骑不能搬这个 被一立 如果你再去紧气 被这么冲断了 骑五个 吃五个不活 是这样的骑行 吃五个不活 刚才那个变化 是反方向的吃五个 如果先抢这个点 白骑力倒 飞骑挡住紧气 白骑从这个方向冲断 气五个 同样又要出现 吃五个不活的情况 所以这个围骑 有时候是很妙的 有的时候死活 说的东西 吃四个就活了 竹四就活了 弯四也活了 现在人家都送了五个了 你还不活 这就是气子的妙味 白骑爬的时候 黑骑必须要防这些东西 要防刚才那些东西 不能让他气五个 所以白骑爬的时候 黑骑最好的下法 也是最冷静的下法 接这个 接这个之后 由于黑骑这里没有断点了 白骑必须要的 从这里边开始动脑气 想办法 假如这个骑从这里立 这个就是自己把自己的 搞成了一个四个了 黑骑挡住 切断白骑归路之后 无论怎么紧气 只要把这四个一提起来 黑骑就活了 这个时候 容不得白骑弃五个了 白骑这地方接上了 他没有 被你从这儿冲断的变化 所以黑骑接上之后 白骑要考虑 一道好的死活题呢 要充满了悬念 充满了双方的对抗 这样呢 解答起来 才会觉得有趣味 起码起码 这个白骑走成 这个黑骑一路斑 已经是局部非常强的变化 白骑往里爬 隐扶着圈套 隐扶着刚才演示过的 两种弃五个子 让你吃五个不活的变化 黑骑现在冷静的接上 这个骑是最好的防御 也是反过来考验 这个地方的白骑 看白骑怎么下 白骑这个骑如果退这个 这个就是反过来考验黑骑 黑骑如果不注意 随手一扳 被白骑把这个力倒 这个骑局部就要变成净杀了 黑骑如果接住 白骑做刀半舞 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也活不了 因为外面这个骑白骑太厚了 黑骑退这个 黑骑如果走这个 白骑立倒 下面这边要渡过了 黑骑如果接这个 白骑叫吃 这个地方接上没有用 接上以后白骑提三个 他是可以回家的 这个骑黑骑又要被杀了 所以如果白骑退这个 尽管这招白骑退啊 不是正招 但是黑骑会硬 黑骑走这个 白骑一立 这要吃 这要度 黑骑如果搬这个 白骑一弯 这要做刀半舞 那黑骑应该走什么呢 黑骑很冷静 以不变硬万变的沾上 是防这招期的好期 接下来 白骑这个地方 意外的动弹不得 如果白骑走这个 黑骑可以送鸡去 让你这个地方变成弯四 永远做不成刀半舞 白骑如果走这个 黑骑可别去打吃 一打吃 白骑做成刀半舞 这个黑骑就要上刀 但是白骑走这个时候 黑骑可以往里扑 这个就是妙手 白骑如果力到 这一追杀 这个里边吃成五个 肯定就活了 白骑如果提这个 黑骑再从这里力 白骑没办法再接了 无论接在这里 接在这里 这个里边都是活骑 所以黑骑 这个也是好防御 也就是说这样的骑行 白骑尽管站到了二要点 还是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黑骑一接的话 这个里边 又要变成进货 所以白骑应该走什么呢 白骑单走这个 这个是双方对抗 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这也是非常妙的一步骑 先抢这个要点 看你怎么动 黑骑如果搬 白骑把这个一团 我们看局部已经出现了刀半舞的骑行 黑骑这个地方呢 又放不进去 放进去 白骑可以把这个提掉 黑骑在铺的时候 白骑不是提这个了 提这个被你这么吃了 追杀了 你在铺的时候 白骑从这边连过去 这一连过去之后 龙归大海 黑骑一点招也没有 提了两个之后 这个走的正这样 如果叫这个吃 白骑接在这 这个也是没法杀的 像在这边 白骑要作业 这边要断杀 也不行 所以白骑弯这个 也是一步局部抢手 黑骑如果接这个 想下一步 走在这里 让白骑做不成刀半舞 但是我们说白骑 不管不顾 就往里走 这个骑 已经活不了 因为 无论外边走多少 只要这外骑紧完 黑骑就必须要去提 这个刀半舞 但是一提这个刀半舞 就是死骑 所以这样的骑 是净杀的骑行 现在我们再来看 这个骑就 很有趣 绕过来绕过去 这个白骑弯在这 黑骑还有招没有 通常手段 这个时候黑骑已经不行了 我们说过黑骑如果搬这个 白骑团这个做刀半舞 黑骑如果沾这个 白骑也是团这个做刀半舞 黑骑没办法往里扑 扑就提两个 杀不掉 叫吃街上 这有做第二只眼的余地 但黑骑怎么办 黑骑在这时候 要死中求火 这个时候呢 要能会一招骑叫长生的手段 这个长生是一个什么状态 是怎么下出来的 在实战中很难得 许多骑手下一辈子骑 也下不出一个长生了 这个是两个人要 这个凑在一起 才能下出来 但是这样的骑行 我们看到 在这局部 隐隐然已经出现了长生的骑行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点 双方都要抢 白骑如果能抢到这个点 这个地方毫无疑问 变成了刀半舞的骑行 这个黑骑就全死了 黑骑如果能抢到这个地方的骑行 比如这样的骑行 这地方就是一个弯四 黑骑就活了 所以双方围绕着 要争这个点 这个局部 会出现奇妙的变化 黑骑刚才说过了 直接接 等于攻守让出这个要点 搬这个 也等于直接把这个要点放给对手 那黑骑怎么办呢 黑骑要争取 扩大坐货空间 要搬这个 初看起来 这招搬好像和坐眼 没什么关系 这个地方 你走这个 这地方人叫吃不还是一个假眼吗 哎 但是妙就妙的这个地方 黑骑搬的时候 白骑还不能去争这个 白骑如果去争这个 黑骑可千万别提 这一提就要上当 白骑把这个眼一掐 再一看局部 还是一个刀半舞的骑行 还是死掉 但是白骑如果走这个的时候 黑骑可以接在这 这个白骑就被全杀进去了 因为这个地方 你不敢太动了 已经刀半舞了 再往前动的时候 被黑骑提掉 白骑再提 这个 已经气不对了 最多你在这之前走一个 做一个缓气去 但是这得缓多少气啊 这跟死了 没什么两样 所以白骑 当黑骑吃这个的时候 白骑不能去争这个点 要防黑骑接 白骑这里呢 也没法往里扑 这是不入气的进入点 所以白骑没有办法 只好在这叫吃 白骑就要吃的时候 您到黑骑要注意了 黑骑千万不要去随手提这个 黑骑一提这个 黑骑就要上当 这个时候 你把这边的眼威 半只眼威卖掉 白骑又可以在这里送 他又把这送成一个刀半舞 这个骑行呢 你这打吃已经白走了 所以我们看到白骑打吃这个时候 在妙手即将出现了 黑骑要抓住瞬间的机会 这两个交换完了 跟刚才不一样 刚才是没法抢这个点 刚才是这样的骑行 白骑刚走了这个 黑骑如果硬去抢这个要点 被白骑提起来 我们说这个骑行对黑骑不利 黑骑没办法杀白骑 扑的话人家连回去 打吃人接上脚里有垫这样 但是我们说这里交换了一个 就不一样了 交换了一个 白骑还只要吃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黑骑有妙手可以往里走 黑骑不提 这是妙骑 提的时候被人家走这个了 黑骑也别去搬 搬的时候功亏一篑 又被人家走这个了 又要死了 这个时候体现出了敌之要点 即我之要点 在这个巧妙的次与交换完之后 局部竟然出现了这个绝妙的扑路 这部扑路看着好像送吃 但是叫做死中求火 终于争到了这个要点 白骑对此不能听之认之 白骑如果提这个 黑骑接住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正宗的火器 白骑不管再怎么走 这至少都已经四个了 而且是一个弯四 没办法杀黑骑 所以黑骑抢到这个要点之后 白骑不能让他走回来 白骑必须要扑进去 把他提起来 粗粗一看 好像这个骑黑骑不是在白忙吗 这两个扑进去之后 又被人提掉了 在忙什么呢 但是很有趣 这个骑的变化 要走完了再看 黑骑再反提两个 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死活的变化 非常有趣的双方在脚里勾心斗脚 形成了一个短暂的这么一个平衡 黑骑提了之后 白骑轮到白骑去眼了 白骑这几个子肯定是救不活 也不能多走 多走一个之后 这地方永远做不成刀板物了 对边已经不能再走了 也不能自己去做刀板物 这个自己去做刀板物 是杀不死这个黑骑的 因为黑骑可以接在这儿 他不是接在这儿 接在这儿 这个刀板物做成了 这儿变成镜子了 但是黑骑可以接在这儿 扩大眼位 这几个子呢 还是跑不掉 也不可能和外边这对黑骑杀气 这样呢 白骑大失败了 吓成这样 怎么办 白骑一定要不能让黑骑在这儿作眼 不能让黑骑把这个接上 这一接上这里边作眼空间宽了 所以白骑也没有别的办法 必须要想办法往里扑 这个看着好像就有点眼熟了 怎么好像似曾相识的这个骑形 刚才什么时候出现过啊 哎 刚才提子之前 我们看到了黑骑往里扑的时候 出现过这个骑形 黑骑现在还是不能提 一提的话 白骑一团这个 又要变成刀板物 但是妙就妙在 黑骑还是不提 还是继续往里送 这就完全出现了和刚才的 同样的类似的骑形 于是我们看到白骑之号提啊 黑骑又把白骑提掉 白骑之号破眼啊 不能扑在这儿 只能扑在这儿啊 于是黑骑又往里送 如此周而复始 循环不已 双方僵持不下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活中的独特的类型 这叫长生 长生就是双方 循环来循环去 结果呢 如果不变 按照古代规则是不变作和的 这个 按照现在的中国规则 如果不变 双方同行反复 有一方必须要先变 不能允许你们无限制的循环下去 这就是规则的问题了 但是这和死活的本身的精妙无关 这道题最终的结果啊 是长生 非常有趣 我们再来看一眼这个进程 这道题在《学员奇经》里边算是精品 因为他一般的长生 就是把长生已经摆在你眼前了 稍微加工就完了 这个棋呢 变化很复杂 黑棋首先要识破 白棋这个利的杀招 黑棋不能走在这儿 被白棋这么一弯 这个就要尽死了 所以黑棋只好先抢这个要点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白棋要抗拒诱惑 不能先冲 先冲一交换再走这个 人家再搬 这就有 这个杀 这就有各种各样的活气变化 只好单往里走这个 黑棋也不能搬 黑棋一搬 白棋这个一冲 这个一例 这就要又有新的文章可做了 一搬的时候 单立这个 等你接这个的时候 再从这儿冲 再断让你吃五个不活 所以白棋这个棋 黑棋要单接这个 不能去搬 白棋这里也不能先动 白棋要弯这个 这几步棋看着很容易 其实藏了很多 复杂的这个 分析在里面 分析和那个手段在里面 刚才给大家呢 也变过了 白棋弯的时候 黑棋在这边不能动了 必须要到这边去搬 于是 白棋断吃 这个时候 终于形成了一个长盛的结果 黑棋 要会往里扑 扑了以后 白棋提掉 黑棋再提 白棋再扑眼 黑棋再往里扑 这样经过复杂的对抗 双方在局部僵持不下 形成了一个长生双活的局面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学院其经中的金单式 请看棋盘 现在轮到黑棋走 问黑棋能不能杀脚里这个白脚 覆盖之下 好像这个白脚已经活了 但是呢 仔细看看 这个白棋在脚上呢 还是有一定的弱点 黑棋要利用白棋气紧的弱点 这个棋如果单纯从外边叫吃 大出手 白棋一接 这个基本上已经活了 下面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吃这个 脚里边有一只眼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吃这个 这个地方也是两眼严瞪 没办法吃的 或者呢 这个你叫吃的时候呢 哪怕他缩进去 意外的 虽然白棋损了官子 但是黑棋提 白棋粘住 这个也不是能吃了七星 下面黑棋如果接这个 白棋当然接在这 黑棋如果扑这个 白棋提这个 黑棋提这个 结的时候 白棋可以提这个 结 这地方最多 也不过就是一个连环结 这个白棋还是活的 就是说黑棋打吃 就算白棋退让 走的差一点 局部也是火棋 所以这个棋不能从这边打吃 这个棋呢 也不能从这边走 走这个棋呢 白棋退这个 很简单的 这个两只眼都瞪出来了 这有一只眼 这有一只眼 退一步说 即使白棋走在这 黑棋去远进攻的时候 白棋还可以走这个 这当然不如这样的时候 白棋直接作为好 但是即使走成这个样子 白棋也是活棋 我们来看在这种棋形之下 黑棋怎么样 才能在唯一的情况下 杀死这个白棋 黑棋走这个时候 希望白棋走这个 这样黑棋就有机可乘 就可以在这里面铺着做文章 他可以铺这个 白棋如果提这个 黑棋再往里叫吃 这样白棋只剩一只眼 黑棋铺的时候 白棋如果接这个 黑棋把这两个字提掉 白棋也不活 将来做这个眼和接这个 白棋只能走到一个 所以这个棋也不活 所以黑棋要想办法 走这个 逼着引诱白棋走这个 这样 局部就有手段了 但是问题是 黑棋如果现在走这个 白棋直接走这个就活了 黑棋呢 还要进一步想想办法 这个里边从里面放里边不行的 放在这儿 被白棋挡住 这个地方明显脚里一只眼 再提这个第二只眼 活了 扑这个也没有用 扑这个 白棋可以接到外面去 这个棋呢 里边眼眉太大 根本就杀不死 所以黑棋第一步棋 必须要抓住白棋的弱点 就是让白棋这地方稍微有点气劲 有一点弱点也要抓住 要点在这儿 黑棋点在这儿的时候 白棋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因为是黑棋这么一脚吃 他吃通了 连过去 所以对这招棋 白棋必须做出反应 白棋也不能接在这儿 接在这儿这一脚吃 这儿出气了 所以黑棋走这个时候 白棋只能是在脚里硬 于是黑棋达到了从一路破眼惊弓的目的 白棋这个时候不能提 要提的小心 这一扑 不能进死了 你再提的眼位被恰掉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意外的白棋还有抵抗 白棋还可以走在这儿 这样呢 就构成一个绝妙的小品 双方顽强对抗 最终形成了打劫杀脚 今天的节目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